字母拼读互动书 很多人会觉得美国的课堂很有趣 是不是他们都不需要写字呀 是不是他们都不需要学习呀 有学会没学都无所谓 不是 是他们把听说读写 不是这堂课只教听 这堂课只教说 这堂课只教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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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把很多很有趣的听说读写 要不要写字 当然要写字呀 要不要考试当然要考试 要不要打孩子当然要 不小心把我的真心话说出来了 如果不乖当然要K他 OK 要处罚他不是K他 OK so we talk about interactive book that means when you're learning phonics and you can do it in many ways they believe if I hear then I forget if I see then I remember if I do then I understand so ATM的教学法 visual audio euternesthetic 要动手做 所以它是一个什么 有趣的互动书 就是在这一期的时候呢 Kristyana给到大家的一些资源包 那你就可以把你的 phonics 教学 如果你今天要教的是 Beginning song Now let's listen Dunk Dunk A B or D D D Hi 我把教的Duck 放在这里 我把我捡的Duck 放在这里 这些是我们老师今天要我们听的单词 我们来数一下 123456 789 10 1112 12个单词耶 一堂课 phonics讲12到24个单词 也不少了耶 可是我在上课的当中 我会觉得很好玩 回家做功课的时候 我也觉得很好玩 为什么 因为我做的是什么 interactive book 我做的是互动书 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今天看到result 我们孩子拿给家长看到的是不一样的互动书 你看这是我的beginning sound 跟我的abbing sound 老师交给我的字卡 我把它放在里面 这是我今天要做的功课 我今天要做的分类 回去的时候 我的妈妈就会觉得这个老师真的是太用心了 她教phonics 既可以让我的孩子学的很好 然后呢 学的很有效率 又学的很有趣 这里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的时候 当你进入到这样的phonics的时候 互动书的时候 就像是他们在教语法的时候 他们的互动书长成这样 在教语法会的时候 看到没有 我要教nouns nouns是什么 好我们就讲嘛 什么叫做名词 名词就是人 时间地点 然后呢动物 对不对 然后可是学生讲完了什么呀 忘记了 可是我今天把我的单词 用互动书 这是放大的一个互动书 所以呢 这个是学生在学校教的互动书 然后呢 他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登登登登 很可能今天 我在吃饭的时候 我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要教ABCD 我就是开始这样子看 然后呢 我就可以在上面画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互动 然后呢 我要教phonics的时候 phonics呢 短音的时候要打勾 然后长音的时候要打狠 我都是在怎么样 吃饭的时候 看出来的 玩出来的 然后呢 待会儿就用到phonics的时候 我的老师让我去做什么 分类 记得我们上次讲的 句小相似音吗 然后呢 我再来玩一个转转盘 OK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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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fl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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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floor floor floor 然后呢 转转转 我是这样子 一步一步玩 穿互动书 所以在这一次 ATM的Nagazine 让我们和你分享好玩又有趣的phonics interactive book